即时新闻综合报道,一颗与公车差不多大小的小行星将于台湾时间29日零时56分,在距离地球仅22万4千公里处,以时速34000公里的速度飞过地球与月球之间的空间,这颗小行星是在本月25日耶诞节当天被发现。 根据每日邮报报道,命名为2017一次的小行小行星,直径达7公尺到15公尺,如同一辆公车大小。 美国太空总署NASA认为,这颗小行星与地球的距离比安全临界值得74万300公里还近,距离地球只有22万4千公里,因此将其定义为危险小行星。 NASA坦言,若撞地球将束手无策。 2017一次小行星是在本月25日耶诞节当天,由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莱蒙调查观测站Lemon Survey Observatory所发现。 NASA指出,如果这颗小行星冲向地球,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改变它的运行轨道,只能紧急疏散冲击地区人民以及迁移关键基础设施来减轻地球上的损害。 美国太空总署提到,任何与地球距离不到965万6064公里的小行星都属近的小行星,若撞上地球将带来重大伤亡。 2017一次小行星是第一颗比月球距离地球还近的小行星,月球离地球。 有384400公里,报导指出,2013年2月,一颗流星在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城亚红换昆灶,霞粘A身相达50万吨TNT炸药的威力,造成1000多人受伤。